今天和大家看看這一款Hover Air X1 Smart的無人機 它是一部日本限定款的無人機 日本限定款不是只說它日本才有得買 而是去到日本都可以玩的一部無人機 體積上面是非常小的 而且重量100g都沒有 開箱出來看看 X 小心這部機 掉了出來就真是大件事 不過掉出來也沒有什麼 因為它說今代採用了一個一體式的設計 所以是更加硬正和受壓 都不會那麼容易弄爛 上一代是可以接的 各有各好 是小過我的手掌 可以看到一隻手就可以立即捉住 箱裏面有一張注意事項 使用的時候注意到處的安全 第一次閱讀需要知道有什麼需要注意 後面就告訴你它有一個APP 就跟上一代一樣 可以經過APP 然後去設定 然後非常貼心 說明日本的限定款就當然有日本的說明書 它有時備的 那一塊煙 挺好的 初初想想是什麼來的 再看看它裡面有三盒東西 有少少聚首 看到有兩塊電池 和一個充電座 之後這個就是充電線 對 充電線 這個有什麼來的呢 一個小袋子 挺好的 然後還有 是Bear的螺絲 有很多是Bear的東西 好了 這一部Hover Air X1 最重點我需要用到的東西 就已經拿出來了 這一部機 接著有兩顆電和充電線 我一會就會拿去充電 它這一隻是白色 有另外一隻顏色是黑色 基本上在鏡頭按鈕那裡 整部機的設計上 和上一代都是很類似的 所以操作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這樣去用 那真的很方便 按粒掣 然後對著自己 選好設定它就起飛了 就是這樣 功能方面都快快去說多一點給大家聽 說完就馬上出去試 試才是最重要 它有八種預設拍攝模式 圓庭 跟隨 漸遠 環繞 虎拍 定格 拍照 超級正面跟隨 以及平衡跟隨 而它亦都有智能的控制模式 加入了一個AI 可以利用手勢去進行一個暫停 在拍攝的畫面方面 就2.7K 30格的重量99g 內存方面就32GB 電的容量就是690的容量 但是充電了 就是有5000的一個容量 就是你粒電就不夠的時候 插在它就充電了 快速地去介紹完 現在就馬上出去試一下 我會踩住單車 然後出去試一下這部機 看看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我一開始會試了它一些定點的拍攝 一些虎視 就這樣站在這裡拍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會試一下它的跟隨模式 那跟隨那方面我會試多一點 因為我踩單車 然後自己拍 正面的跟隨 拍出來又會是怎樣 就拍給大家看 試一下 這部機我已經開了機了 長按這個按鈕 就開了綠燈開了機 這樣就可以玩了 上面就是切換不同的模式 按一下 它就會跳上去 它有個語音告訴你現在是什麼模式 按一下 然後又上去 操作其實都很簡單 按一下 這樣拍著自己 然後鏡頭就會拍著我 現在的鏡頭其實正在拍著我的 定點拍攝就是這樣 我站在這裡 它就會跟著這樣拍著我 然後我動的話 它部機的鏡頭就會對準我 跟著去轉 這樣就會是這樣的 然後我不想再拍了 伸手過去 現在的鏡頭就好像掉在空中拍著自己 我試的所有畫質都是2.7K 30格 之後的模式也是 可以看到整個畫面都很漂亮 也很穩定很清晰 每一個模式都會大概這樣試給大家看 接著我試試它的漸軟 先退後一點 有些距離 這樣 然後就站在這裡不動 它就會退出去 在模式那裡其實可以在APP那裡 調教你要的距離是多少 跟上一代是一樣的 對 例如說升高 可以升到多高呢 你想高一點 低一點 還是一般都OK 它都可以調教的 接著下一個模式 下一個模式其實是跟隨模式來的 我就不試著了 我待會兒踩單車才試 所以跳一跳 去這個 這個就是旋轉的一個模式 然後飛去後面 開始轉了 都不會說有什麼太大的阻礙 因為它不會飛到很後面轉 這個距離是比較近的距離 就是這樣轉 去這棵樹那裡 然後飛回來 這樣轉一轉換個位置 這裡會好一點 這樣就試一下它的升空 然後下來的一個模式 以我的經驗 我用上一代的機器 在起飛 你要用它這個拍攝模式的時候 鏡頭要對著自己的樣子 它才會升高 所以可以看到我擺的時候 都會擺對準的樣子 不過不知道放低行不行 一會兒都可以試一下 可以看到它升到上面 很穩定 基本上都沒有怎樣去動 當然如果說10號風球 8號風球 那些就用什麼機器都死了 我剛剛就試了這幾種模式 還有三格電 我自己當然有帶另外兩格電出來 如果真的沒有電的話 都可以換 剛剛那幾種模式就是這樣 現在就試一下我真的最想試的模式 就是跟隨的模式 試一下 這個我會展示多一點出來給大家看 那我找了一個沒什麼人的地方 少一點人的地方去試 那我現在就正在試一個跟隨的模式 是一個標準的距離 那我會踏一小段 看看它會跟成怎樣 現在是2.7K的30格 其實它可以教1080的一個解像 60格 那我就先試了它的最高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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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的時速是12度 那我看不到後面 所以不知道它跟著怎樣 那我會試一下把速度拉快一點點 看看它又會跟成怎樣 13度 13度 跟不跟到 都OK 標準距離 不 不過現在我踏的這段路 其實不算是很光 因為很多樹 那也可以在後期看看它 拍出來的環境 會是怎樣 會不會 說很萌 不穩定 那些 好 但我都聽到那些聲音依然跟著我 那這裡在聲音方面都可以 同上一代對比 它這代真的比較小聲 好 好啦 我停了 看看它會不會再買來 是不會的 然後我想試一下它的自定模式 它的自定模式有超級正面跟隨 除了這一個 它可以設定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打卡的模式 它會幫你拍照 就是這樣 就不用拿著支支拍棍 它連線的速度就像連藍牙耳機一樣 很快就連到APP那裡 很快就連到APP那裡 然後轉紅燈 我想它的白燈就是幫你拍照了 轉到紅色的時候 它亦都告訴你同時間錄影 這樣 現在還有兩塊電 所以不擔心我試不完 其實它的電是很足夠用的 帶了三塊出去 它就說可以用到 總共的時間錄到40分鐘 可以讓你這樣去玩 好 現在就試完最後想試的 超級正面跟隨模式 超級正面跟隨 看看 錄影不限時間 水平距離是標準的 高度我就選平拍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選擇 最後就試這個正面模式 比起正面我個人就喜歡在後面拍照自己多一點 正面就可以看到畫面上就是這樣 不過設定上就教得對著自己的高度就是標準 所以它不是拍得很高 如果再高一點的話 我相信拍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好 還有距離上也可以設定遠一點 去拍攝自己 我覺得拍出來的畫面會更加漂亮 那我現在就是比較標準一點的一個距離 還有高度這樣去拍照自己 拍出來其實也很漂亮 對啦 拍著自己踩一下上斜 慢慢踩這樣 拍完就停下來 回來了 那這次試玩這部Hover的最新無人機 就試玩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去旅行的時候 又有無人機幫自己拍一下 拍一下相片 那這部機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把相關的一些連結放在下面資訊欄那裡 按下去就會看到了 看看下一次又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跟大家試一下 我們下一次再看 我們在這次看 我們在這次看 我們反而放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說過 我們就是幫了 我滿二人的開rom 也知道 我們在我們的